他当时823水灾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说 823之后高雄出现5000个坑洞 那他当市长第一个 当然一定要赶快把这事解决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韩国瑜当选就职之后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对高雄的承诺 他一直在付出实现 那我又问了公务局说 你们跟花妈时代铺路 最大差别在哪里 我想王一元也很有兴趣知道 他说他们设了一个 即时监控系统 就是在铺路的路段 马上有搭设一个摄影机 即时可以监控 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直接上去看吗 不是市民 就等于是我们在高雄市政府 有一个公务局 可以随时监看 厂商现在正在铺路的状况 没有错 伺服器它有很大的电脑 把所有的影像储存起来 那包括事后如何去验收 宽度多少 这个完全都一清二楚 那我相信这是韩国瑜市长 他的一个宣誓性 就是说过去那当然怎么做 他也没有参与到 但是路要平 两位专家在这边 你规格上面说要铺多厚 你刨地基要刨多深 这些东西都是白纸黑子做的 但是到底施工的厂商 怎么做法 没人知道 那韩国瑜只说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已经加摄影机在这边了 你再敢偷工减料 你再敢不好好地做 都有证据在 就证据在吗 那我们就直接送减料就好了 是不是 这是李四川副市长的一个大功 没有错 这是李四川从新北市 带到高雄来的一个经验 跟做法嘛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韩国瑜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做事情就要他讲 我不用什么细节都知道 他用李四川副市长 他就把铺路的东西 跟把高雄市民把它做好